我們可以發現,像在泉州的傀儡,他的這個膏牌是木頭的 那其他地方的一般都是用竹子的 你看像這個應該是泉州的,這是鑽州的 所以他們這個鉤牌都是用木頭的 你看這個,這個是這工的 所以你看他們的那個鉤牌都是用竹子的 他的線也比較少 那你仔細看他的手,是不是左手都不能動 左手都是固定的,右手才能移動 那以前的傀儡其實他們的造型都比較簡單 一直到泉州的傀儡他的那個造型他才比較 因為雕刻的人他的那個記憶越來越增進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泉州傀儡戲演的人多 所以他的戲會越來越好,然後會越來越精緻 所以相比之下,你會覺得這個好像比較壞,好像比較漂亮 以前的紅子其實就是都這樣而已 以前的紅子也是這樣,也一樣 這都是後勤改良的 然後像以前的角色啊,像傀儡的角色應該有帶染口對不對 就是他如果把它打掉,他就變少年了 就跟人一樣 他就不用用兩個紅子 但是布袋戲沒有,布袋戲是手紋 就是直接直上去的 他的角色比較簡單 像這個角色的話,他就可以變成... 拿上去就變成秋紋 然後掛老的就變成春宮 他會變白色的,或者是那個黑白的 就是要像金具一樣 然後這邊就是有動物的部分 然後小丑 記不記得小丑